17日,华晨宇前经纪人王贵宏发文回应昌从没有见过或拍过网传华晨宇相关图片和视频 发发爱我2021你的言行以严重侵犯本人名誉权法院见 此前发发爱我2021发文向华晨宇道歉 说直发照片是自称华晨宇前经纪人王贵宏的好友通过私信发来的 王贵宏为华晨宇前任经纪人 早前曾点赞过网友发华晨宇感情时间线疑似重合 在18年更是有疑似王贵宏的录音流出 内容为指责华晨宇故意给团队找麻烦 不过事后经纪公司发声明否认这段录音的真实性 昨天下午,Eat名为发发爱我2021的网络用户发出多段疑似华晨宇的视频 称华晨宇是自己老公,张碧晨是小三插入两人感情 张碧晨为了阻止他曝光此事还曾花钱既掩盖网友两个账号 除此之外,他还爆料华晨宇整容直发 并爆出南方整容直发的全过程,信息量巨大 随后工作室发文表示 我们拒绝任何恶意造谣者毫无悔改之心的道歉 将用法律手段维护华晨宇的一切权益